为什么今天把表妹请来 其实目的就在这 就是夫妻之间 情侣之间 最重要的是 你们在重大问题上 可以坦诚相见 别藏着掖着 你看藏着掖着 掖这么点事 知道了本来没多大的事 对吧 说清楚 这不说清楚 传出来就 无限地想象空间就有了 我问问大姐 这十几二十年 跟她在一起生活得开心吗 开心还是挺开心的 她对您好吗 她对我挺好的 她人脾气性格挺好的 这人怎么样啊 人很好 没话说的 没话说了都 你看看 如果今天就让你 把大姐娶回家 你愿意娶她吗 今天娶回家 对 是什么概念 领结婚证 变成法律上的夫妻 给人保证 您愿意吗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不会去 那你看看 所以你现在有点自私了 我觉得 用房子来 作为一个婚姻的条件 我觉得好像 心里的很不适滋味 感觉好像 为啥不适滋味呢 有点像过去买卖婚姻 因为毕竟要付出房子 或者付出这个财产 不是 您要是这么 您要是这么开明的话 这么开明的一个爹 为什么教导儿子 做买卖婚姻呢 你们是双重标准吗 不是的 儿子没房不能结婚吗 不是 那有房结婚 就叫买卖婚姻吗 房子我就是 先给他住 那您和他住哪呢 我觉得 您有没有替他想 这真是考验我们 能不能相处 就要有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您把这个看成 是考验你们情感 纯不纯粹 真不真挚的一个考题 是这意思吧 是一个部分 其实您也把这个 当成了一个考题了吧 只不过两个人要的答案 不一样 对不对 是的 来